野采田螺消毒方法 在前面东归先生发布的核棒系列视频中 很多朋友问到了野采的田螺要不要消毒 以及如何消毒问题 本期视频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来说与核棒一样 野采的螺体内 也是可能会含有寄生虫和一些细菌等微生物的 所以这些螺野采回来以后 最好是能够给它们先消消毒 最近这几年 东归先生也尝试了多种方法 包括蛋不限鱼 加食盐 水族盐 典符 粮食精华液 有名粮食精 以及大蒜花椒辣椒面等具有除虫作用的材料 大家猜效果如何呢 实话实说 从2018年至今已经四五年了 东归先生累计从田螺体内居处高达一条的现虫 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至于细菌这种微生物 死没死没有显微镜也看不见 各种方法没有从田螺体内赶出来虫子 这倒不是说螺内就没有虫 古要是田螺这类螺 它的小房子是带房道门的 当你放入烟祸辣椒面时 它会防门紧闭 盐水这些根本就进不去 自然也就无法驱虫 所以对于田螺的消杀比河邦困难多了 关起门来 田螺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 所以东归先生现在对于野采田螺的处理 不再寻求去消毒驱虫了 但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寄生虫微生物的不利影响 东归先生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分享给大家 一是在水制清澈干净的水域野采 这样本身就能减少寄生虫细菌 二是在每年冬季至清明节之前野采 这阶段水温低 属于寄生虫和细菌等休眠期 同时田螺也不活跃 接触到虫子细菌的机会也少 本身也是比较干净的 这样就能减少将寄生虫微生物带回家的几率 晚春夏季初秋是寄生虫细菌的繁殖器 在这期间不去野采 也能避免带回大量寄生虫细菌微生物 三是野采回来后 不着急入缸 先用其他容器 在清水中养个十天半个月的 期间经常换换水 让这些螺吐吐脏东西 最后一步 清水饲养后的螺集中起来 然后再加入适量食盐 用手把田螺搓洗几遍 这样食盐既能驱除田螺体表的微生物 又能将田螺体表脏东西清洗干净 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几遍 洗去盐分 然后就可以入缸了 以上就是东归先生对野采田螺的处理方法 在冬季早春 水制干净的水域野采 本身寄生虫细菌微生物就少 之后清水养断时间 再用盐搓洗表面 冲洗掉盐分就可以入缸了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